阿南真的是不想麻烦人家给别人添麻烦 但真的是没办法了 这次真的没办法了 说真的差一点呢 我没给申哥买这个机票 就不让他跟我一起回去了 不是就不让他再去沈阳了 朋友们我不行 我热炸了我在这 这赠品啊 蛮两项的赠品 口味我问了厂商的随机的 然后这个有机发芽豆浆 我太推荐大家了 它这个瓶子也稍微会大一些 比浓豆浆 这个发芽我给大家讲 如果说你是很容易胃胀气的人 阿南就推荐这个发芽豆浆 营养成分更好 而且呢它不容易胀气 因为它这个有一些功能啊 我不能讲 大家可以上网尝尝看 然后这黑木耳 这太棒了 一点点甜味而已 黑糖的有机黑糖 然后它这个是口味非常好 像木耳的话呢 就是对像我 我就让我爸爸喝 我爸爸中风的保养血管来用 非常好 供销大家上网查 这个乌梅芝 这是夏天的 我给女儿订的饮料什么的 然后我跟大家讲 这都可以调酒喝 很好喝 它是南投仁爱乡的 在地乌梅 是经过六天 七天六夜以上 人工古法探寻的乌梅芝 超级纯正的口味 夏天冰一冰 哎呦天哪一喝太爽了 我上回拿这个调酒喝来 这也不错 这我一瓶杯我想喝 好喝哪个 喝那个梅芽的 梅芽 好 然后这个是妈妈给你买 这个可可豆奶也到了吧 我感觉可可的挺好喝 好喝 妈妈拿出来点 给你放冰箱冰起来 先拿两个冰箱 我冰箱没有那么多地方 但好在这些吧 包括豆浆都是 任何一盒豆浆都可以常温保存 就方便多了 我先少拿一点放冰箱 先喝馅饼就行 哎呦我的妈 我可不在这开箱了 我门厅这边没开冷气吗 太热热爆了 反正我就是买了 发芽豆浆 然后还有浓豆浆 就想给我老公说 换着口味他可以喝 然后再买了这个三支蒜饮品吧 可可豆奶 然后梅芽跟这个乌梅芝 我觉得都不错 然后那黑木耳的话 我是想说 带回去几瓶的话 给我爸喝 我老公咱们家 其实都喝黑木耳 保养血管 肯定是在血管好的情况下 才就开始保养 对不对 所以说 我觉得保养的话 是越早越好 目前统阳豆浆开团中 感谢大家回购支持 部分品项暂时缺货 24号后 按订单顺序 陆续发货 先定先得 有一个粉丝朋友 特别贴心 你看 其实他这个是端午节的时候 就寄到了 我这才拿回来 这个送给我的肉 这种天哪 送给我这么多 太不好意思了 然后这边这个是 减重 然后人家减重 是分开的 台湾好像是有这个 讲究 减重不能送总串 对吧 然后他都送给我吃的 哎呦 我一头汗 我这个粉丝朋友的话 他其实都是做 那个手做的饼干 然后有做糖果 什么都挺好吃的 他过年的时候 有寄给我吃 他做的牛渣糖什么的 都好好吃 我妈只敢尝一点点 但我妈说很好吃 然后这个次是 寄给我的肉粽 长寄东西给我吃 他说我是他们家的试吃员 很多东西的话 真的做的很好吃 哇塞 他这个肉粽超香的 我看有什么 有蛋黄 花生 肉 香菇 菜脯 还有这个什么 虾仁 这应该是 就是 干虾米 然后好像还有板 还有栗子 没有 还有鞍蠢蛋 哦厉害了 好香啊 天哪 我今天为什么提到 我这个粉丝朋友呢 不是帮他做业配 没收人家费 就不是帮人家做业配 是因为我跟他的话 其实没见过面 但是呢 我们真的通过 我们的频 我的频道认识 然后 我们也私下的话 也有这个用LINE 这样沟通聊天 因为他家里的话 也有一只腊肠 然后是腊肠长辈了 然后今天为什么聊到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 像我前段时间 不是帮我老公 前几天呢 帮他买了这个 他去水阳探亲的这个 七月份 他七月份才回去 这是水阳比七 这样比 台湾是这样 对不对 这是水阳的八 八这样比的 那 之前的话就说 我没给我先生 一直买票 就算他价先瞧好了 我票都没敢买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办法 给小Q找到一个 合适的去处的话 真的是 就是 不想把小Q 就丢到那个叫什么 宠物旅馆 一般宠物旅馆 像我带小Q去剪毛啊 什么那一家 洗澡那一家的话 我看就关在笼子里啊 譬如说短时间的 我觉得OK啦 好 可能就是出去个一天 哪两天什么的 我觉得 在那的话 屋子里也不热 有冷气 然后有吃的有喝的 在笼子里短暂待一下 我觉得可以 可是 我先生要是去水阳的话 真的一去的话 你看时间少了吧 机票不划算 这阿丹这么省 我总觉得说 那机票挺贵的 你去个两三天 不划算 然后我想说 那那个什么 就是他这次洗澡的话 大概去有 七天左右的时间 所以说你说 把小Q就放在 那个宠物旅馆 住在那个笼子里 关七天 然后呢 我们又谁都没在 那他不得上火呀 对不对 他得多难过呀 所以说真的就是 我老公巧好了架 在我没给小Q 找到合适的 住的地方的话 我都没给他买机票 我真的是 就是 就算是什么 我跟我老公讲了 我说我要是 没给小Q找到 个合适待的地方 我说你就继续 回去上班吧 然后我老公说 那我也放假 我就当 放了个年假 因为他一直也没 没机会修那个年假 因为他们轮班嘛 就是 不好请假这样 然后后来的话 我就是有请教了几个 就是我认识到 还有在养狗的朋友 我问了这么几位 也有这个我的粉丝朋友 就我们都私下都是交流过 养狗的一些经验什么的 因为阿丹也是前年 才收养了小Q 就是很多事情都不懂 也是从头开始学习的 这个可能跟我以前的 这个一些养狗的观点 也不一样 所以说 就是认识了几位 这样的粉丝朋友 那我也问了他们 我就说 有没有就是知道 这样的地方啊 或者是这样的途径啊 有没有人在做 这方面的事情 我说送 就像我在刚才影片里面讲的 我说送到那种宠物旅馆吧 我说那睡在 只关在笼子里 我说那 我没办法接受这样 关那么多天吧 小Q 我觉得他太可怜了 我接受不了 因为小Q 我原来收养他 就是因为他在他 我们家邻居家的话 就是把他关在笼子里 当宠物 我会当的叫什么 繁殖犬在养 没吃没喝的 瘦到四公斤多 那站起来都能看到肋骨什么的 所以说我不想让他 再回到那个笼子里去 我觉得他也 就是接受不了那样 可能会回想到一些 不好的事情吧 甚至我想多了 然后的话 就是我这个粉丝朋友 当我问到他的时候 我说 我有讲 我说太贵那种 宠物旅馆吧 我说我花起来 他觉得心疼 我说你有没有性价比 比较高的 就是能让小Q出去 走一走 什么的 能带他动一动什么的 不至于每天都 灌在笼子里那种 他说你不用找了 我帮你雇 我说不行不行 我说太不好意思了 真的 就是真的太不好意思 这样 我就不给大家看截图了 人家那个 私人对话什么的 我还得问人家 他就说 他说没关系 我老公说可以就可以 很霸气 真的 他们两个人就一直说 可以就帮我雇 我一开始真的是不想这样的 我觉得说麻烦人家 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是想说 我可以 我有跟他讲 我说我愿意付薪水 就是付这个付钱出来的 我说可不可以帮我找这种 然后 因为我知道我拿钱给他的话 他也不会收 但是阿丹不是做那种 就是白占人家便宜的人 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也是有准备的 有准备了 但是我没跟人家讲 我估计他也会拒绝这样 那 该做的礼数的话 阿丹这边不会差 所以说大家放心 不是白占人家便宜 然后呢 就是我要说我这个粉丝朋友 就是并不是说 他每次都拿好吃的给我 我才一直夸人家什么的 我是那么肤浅的吗 虽然说像 但不是 就是他 因为我知道他家里养狗狗 然后他也给我看过说 他带着狗狗去逛那个 就是去出去玩 或者是去白沙屯妈祖那边拜拜 什么的 他都带一个那个路由 用那种推拉的那种车 然后把狗狗放在里面去 很好的照顾 他是很爱狗的人 然后当他提出来的话 就是我除了 我只有一方面的顾虑 就是不好意思麻烦人家 但是我完全完全不担心 从来没有想过一秒钟 他会不会对小Q不好 我只是想说 他家里面 他已经有两只还是三只狗 两三只狗 他家里有 我想说小Q去的话会给他增加更多的麻烦 更多的负担 这是我不好意思的 然后 我就跟他其实推脱 我说你有没有这种帮我介绍 就是付费那种的话都可以 然后他说 他就是跟我讲 哎呀 我们两个真的是 就在这边这个 说这件事情的话 真的拉锯站说了很久 他就一直说 不用让我找了 但是我真的不想麻烦他 说实话 但真的从心底里面一开始 就不想麻烦我的任何一位粉丝朋友 我是最不愿意给别人贴麻烦的人 真的 我觉得说如果我能付费的话 可能就是还能减少点这样的就是顾虑 但是我估计他也不能收 因为他给我这些激烈吃的什么的 从来不收我费 真的 然后就是 哎呀 但真的我很高兴很高兴 就是小Q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地方 可以让他待几天 最起码不用每天关笼子 然后呢 也可以一起出去散步啊 就是出去什么溜一溜什么的 我觉得小Q在那边肯定是开心的 并且有同伴可以一起玩 但是就是给他添麻烦了 但真的不好意思 我老公也一直在说 哎呀 这样不好意思 甚至于我这个粉丝朋友说什么 说 那我过去 我去过去接小Q都可以 我说不用不用不用 我说必须让我老公送过去 我说哪还好意思 麻烦你过来接啊 然后这我们都在讨论当中 然后他还说 因为我想说我回去赖啊 可能是不能用 因为翻墙什么的 不一定好用啊 那 他就说 他说我家里微信 他说他之前买东西的时候 有过一个微信 很久没用了哈 他说我家里微信 到时候我给你拍小Q的视频啊 照片什么的 多贴心 多贴心 他知道我肯定会想小Q哈 但真的是 我不是说对他不放心 要他拍一些视频什么的 给我看 不是这个 就是他 他可能 他从他的角度的话 是担心我会想小Q这样 但 真的我很高兴 小Q找到 让我找到这样的一个地方 有人肯照顾他这样 这几天的话真的是 我是确定下来了 就是 也是 不好再推脱了 人家就是这么热情的对待我哈 然后我才给我老公买了机票 所以说很多粉丝朋友问我说 但那个 你那 升哥要是回去的话 那你家那个小Q怎么办呢 真的就是我帮小Q找到了一个 很适合他的地方 所以说我才敢给我升哥买票 要不然的话 我都跟他说了 我说你就别休息了 我说你就别去了 我说我要是没给小Q找到好地方的话 我直接真的这样讲的 所以说就是小Q也是我的家庭成员之一 我是因为真的没有办法把他带回去 如果说能带回去沈阳的话 我真的会把他带回去 不是说 阿丹真的 我如果说我买一张机票的事情 就能搞定给小Q带回去 跟我一起回去 然后一起再回来台湾 我都给他买一张票回去 阿丹这么小气的人 对不对 但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以前在沈阳球 有一只拉不拉多 那时候我就想把他带来台湾 因为那只狗真的就跟我好 就听我的话 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 就是我问过 就是没有办法 好像因为大陆是这个狂犬病的疫区 有狂犬病这个问题 所以说从大陆过来的狗狗的话呢 就要什么检疫 然后要在第三地 第三国家要住 就是没有这个狂犬病的国家 住满多久多久 然后再到台湾之后的话 在机场在检疫 然后住在机场的那个 检疫的部门 要住多久多久 然后才能过来 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带小Q回去 这个这一套的话 这个太繁琐了 这事情我做不到 而且我也不认识那个第三国家 没有 没有那个狂犬病的国家的人 没有办法 所以说真的是没有办法 把小Q带回去 是我很觉得很遗憾的事情 但现在我能替小Q找到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去处的话 我好开心 那申哥回来的话 就会把它接回来 大家放心 好了 那今天就聊到这了 分享到这吧 我们明天就再聊咯 喜欢按带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跟点赞 明天见 拜拜